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生 本期视频将针对之前的拍摄视频中没有讲解到的点 还有大家经常性问的问题进行解答 第一点的话我们先说一下拼图问题吧 为什么假鞋需要通过拼和拼标才能够过艳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正品的达码机器它是绝对保密的 鞋盒的达码机器和鞋标的达码机器都是完全保密的 为什么说两个分开的呢 因为鞋盒的达码机器它是纸质达码机器 而鞋标的达码机器它是编织面达码机器 所以两种风格完全不同 两个特殊性就导致了 这成为了辨别真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也就是正品独有的 大家问又要问了 那为什么假鞋不能找到这个正品的达码机器和 正品的鞋标达码机器和鞋盒达码机器呢 其实这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达码机器世界上可能出现成千上万 甚至十万百万的可能 不可能通过一台一台机器去试 知道吧 这种情况下 几乎为零 而正品的达码机器的型号又是绝对保密 所以说假鞋不可能就是说找到这些正品的鞋盒和鞋标 只能说鞋盒和鞋标的达码机器 只能说呢 可能偶然间发现一台机器和正品的打印风格非常非常相像 那么的话可能就会去用这个达码机器 只能说无限的接近 不可能说百分百和正品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鉴别点的话就是比较独特特有的 也就是市面上为什么一直大家一提到正鞋和假鞋就要提供鞋盒和鞋标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鉴别点 也是非常非常难仿得来的 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二点 非鉴别范围是不是一定就是假的 肯定不是一定是假的 这个答案是一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有一期拍的 从淘宝上买的正品欧洲限定回来 不能过艳 给出了很多次的非鉴别范围 甚至有两次给到是假 当然也有两个鉴别是给到是真 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买的那双欧洲限定 它的鞋底走线和正品的鞋底走线出现了巨大的瑕疵问题 说到瑕疵问题 因为这个鞋子它本身就是一个半人工半机器操作的 不可能就是说没有一点点的瑕疵问题 因为只要有人的因素介入 那鞋子不可能做成两双两只完全一样 就算是同一双鞋子也可能是两只不一样的 知道吧 因为有人的因素介入的话 就会增加很多不确定性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鞋子会出现瑕疵品 如果出现巨大瑕疵品 但是在其他方面和正品有没有差异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鉴别师是会给出非鉴别范围的 当然如果要是严谨一点的鉴别师呢 他会要求你补图把其他细节都给你补上 这样的话鉴别师通过其他点 如果其他点和正品能百分百保持一致的话 那么他就会给出一个真子 当然如果你要是再出现和正品有差距的 那他只能勉强的要么给你一个假 要么给你一个非鉴别范围 下面给大家说一下第三点 关于买普丁鞋会被杀猪的现象 我把这个点分为了三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通过外在的因素 你就能看出他这个人到底是杀不杀猪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粉丝 把他和一个普丁商贩的商家的截图 通过私信发给我 他问我这个人靠不靠谱 他说因为他给我这个粉丝发的图片 它是擦版本的图片 却跟这个粉丝说这个是OG版的鞋子 那这样的话一般都是出现 出现这种照片都能搞混的 一般都是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都是杀猪现象 就是说他会拿一个低版本的鞋子来冲高版本来跟你说 到时候给你发这个鞋子的时候 就是说你也默认了他是OG 因为你并不懂什么是OG 什么是PK 什么是什么 对吧 然后你们就被他忽悠了 这个就是OG版的 因为像这种的话一般都是小白 小白比较多 那第二种呢就是通过内在因素 只有商家能够知道自己混不混发的 所以说这时候就要大家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商家吧 什么叫混发呢 就是说你买的是一个高版本的鞋子 他却给你发了一个低版本的鞋子 当然这种情况下商家是恶意竞争导致的 比如说你现在买一双鞋子吧 你想买一双鞋子的顶级版本 你问了两家顶级版本 他家的顶级版本 比如说他家顶级版本是OG版本 他家顶级版本也是OG版本 然后你问他OG版本是多少 他给你报价是600块钱 然后你再去问上面这一家OG版本是多少钱 假如是同一双鞋子 OG版本是多少钱 像这种恶意的商家 他就会刻意的报低价格 比如说他报给你550或者500块钱 这种情况 你就觉得这家的OG版本便宜点 我说他家买 但是你真正要是买了 他不是说一定会给你发OG版本 他肯定会给你发一个比较低一点的版本 价格和这个品质也不是说相差太大的 因为作为你们买家的话 并不是对鞋子非常的懂 大多数都是半字不解这种情况 所以说他给你混发个鞋子 你拿回去你也看不出来 他到时候再给这种上面的那个PK的标给去了 给你换成OG的标 因为像莆田市面上面的这种 包括这种房刀扣啊 独扣啊 还有正品官网的扣子啊 还有各种版本的那个挂件啊 莆田本地卖的都有 只要你去买一个挂件 挂在鞋子上面到时候给你发货 发完之后你看到上面的挂件 它就是这个OG的 然后你就默认了 这个就是OG的鞋子 其实呢 它是拿一个D版本的给你混发 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可恶了 只有找到就是靠谱的商家去 你才能够买到真正的这个你想要的版本 那第三种呢 就是杀出现象就是 虚报物价 什么叫虚报物价呢 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 你现在买一个鞋子啊 你说你要顶级版本啊 他给你的顶级版本是800块钱 或者800就打个比方是800块钱 然后呢 你去问这家顶级版本是700块钱 假如你问的都是同一个版本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啊 他家的 你会觉得他家的鞋子会便宜一点 你去问他啊 你家鞋子怎么比另一家的高100块钱 那他这时候就会跟你说 他家是杀猪 他会告诉你另一家是杀猪 然后另一家是杀猪 因为他会给你一个 虽然说他报价会比我低 但是他会给你发一个低品质的 充当我这个高品质的 就是说引导客户去 就是误解 把上面这个商家给误解 就是说他这个鞋子 卖的虽然说是便宜 但是他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顶级版本 就是说假如说我卖的是顶级版本 他卖的是次顶版本 但他却跟你说是顶级版本 这样的话来通过价格上打优势 因为大家都是顶级版本 我比你高了100块钱 对吧 确实实际上呢 是因为他问的这个商家 他的价格比正常的价格要定高了100块钱 他却说别人的这个价格 跟他的价格 就是不一样 是因为别人会用低品质去给他混发 这种现象 像这种商家的话就是更可恶了 就是圈中圈 套中套 知道吧 陷阱中的陷阱 所以说大家买谱联邪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商家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自己的踩坑 少走弯路 下面说一下第四点吧 第四点就是 之前大家一直也有问过 就是读上面是不是会售假 我的答案是读上面 我个人感觉它是不会售假的 之前也有一些粉丝问过我 就是说这个读上面的发售量 读上面的销量 就是销量既然比官网的发售量还高 其实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这个发货量比销售量 比那个发售量 发货量比发售量高 原因其实是因为 它是一个中介平台 比如说你这个鞋贩子买回去之后 你这个鞋贩子买回去之后 它会同货 可能这一次货涨价之后 它再出手 出手到这 可能又出手到一个鞋贩子 而这个鞋贩子又在等待实际 等待这个鞋子涨价 等它再涨价之后 它再出手 再出手也是通过 同样都是通过读平台去出手的 然后它一直出手 可能会涨了很多手 最终才到了一个真正想要买这个鞋子 就是穿这个鞋子的人手里面 那想一下 一双鞋经过平台四五次 或者三四次这种情况 就会频繁的增加平台的销量 并不是说平台会售假 只是因为这个 它属于一个中介的形式 也就相当于一个二手平台一样 它会在一直转一直转 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一个平台的 一个销售量 我个人是认为 像这种读平台 这种大平台是不会售假的 因为之前也有一个 比较典型的案例 就是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的平台 它是专门售正品的 后来里面全都是莆田的商贩 然后平台直接倒闭了 像这种踩着前人尸体 还不会去学习经验的话 那么我觉得不应该 知道吧 像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不应该 所以我个人认为 读平台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平台 感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后面有什么 想看的写款鉴别 还有一些不懂的问题 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 或者说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替大家一一去解答这些问题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